现在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恭喜我们尊敌的卢君红台长 为我们慈悲开示 大家好 台长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跟大家见面 实际上应验我们中国人一句话叫 有缘千里来相会 那么我们远离有佛在海外 能够在这里大家一起共产法 能够一起能够来学佛 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在这里我首先要谢谢 我们伟大的大慈大悲救苦救的观世音部长 另外的台长还是要谢谢我们今天来自于除了我们德国的同学之外 还有来自于南美的 苏里南 意大利的 还有米利时的 立陶宛的 还有法国的 英国的 还有丹麦的所有的佛友们 还有所有为这一次我们能够相聚而付出的 努力的 伙伟友们 谢谢大家 今天上午呢 今天上午呢 台长一起来来看看那个天气要再下来 我心里就下来 观世雨撒 你能不能让雨停一下 让我们这些今天来跟台长坐在一起呢 那朋友们 佛友们能够相聚在一起 不要在口音上也不要 结果呢 大家都看到了 雨停了 现在天气也很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实际上呢 今天呢 来的很多人呢 大家都知道 因为台长呢 能够看到一些你们看不见的东西 而且台长呢 能够知道你们的将来 也知道你们的现在 也知道你们的过去 那么这些东西呢 当台长跟你们一样的时候呢 我也是对世界上很多东西都抱着好奇心 但是呢 一旦当我有一天 我看见了这些暗物质的存在 也就是说 这个世界上存在的一种明物质 还有一种暗物质 明物质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眼睛看得见的东西 而一种暗物质呢 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眼睛看不见的东西 而这些暗物质呢 从美国科学家早就验证了 它在我们整个宇宙空间当中 它有80% 它是暗物质 那么台长在这里呢 跟大家要说 美国经常有科学家和宗教学家要辩论 他们是怎么辩论的呢 他们一个科学家站起来说 我是一个天文学家 我看了一辈子的天空 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什么 Android 也没有看见过什么上帝啊 菩萨啊 我也没看见过鬼 我不相信 但是呢 但是呢 这位宗教学家就站起来 问我们这位科学家说 请问这位天文学家 您看见过风没有吗 他说没有 您看见过空气没有吗 没有 这些都是存在的 那么另外呢 一位科学家站起来了 他是一个医生 外科医生 他说 我动了一辈子手术的 我知道 看到你的身体上 我看的都是肝的 心的肺 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什么灵魂 所以我不相信灵魂是存在的 那么这位 宗教学家就站起来说 请问这位医生 你爱不爱你的太太 他说我很爱 你开给我看 在哪里 所以人是由两方面组成的 一个是灵魂 还有一个是肉体 我们暗物字就是代表的 像我们空气当中的细菌 我们看不见的 我们很多东西都是看不见的 但是我们就感觉啊 比方说大家都住在家里 你走到这个家里之后 你会不会感觉 今天很凄人啊 今天会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我今天觉得很不舒服 我很难过 对不对 有时候人开车出去 心里想 我今天好像要出事 那为什么出事啊 因为他有这种感觉 而这种感觉在 现代科学上 所称为第六感觉 实际上 从佛法上来讲 它是叫感应 也就是从八世田中 第八一世田中 所出来的一种感应 而这种感应 可以指导你的一生 为什么很多人能够避难 为什么很多人就遭难 为什么很多人就遭难 为什么很多人就躲不开灾难 而你稍微了解一些这些东西 对你只有帮助没有害处 所以很多学博的人 他们不明白 他们只知道 我客头 我拜佛 实际上拜佛都有经验的 你们想想看 你们到庙里拜佛的时候 是求平安的 那么你们如果求平安的话 你们拜佛用真心在拜佛 但是你们连名字都不报 你说说看 菩萨怎么知道 所以真正拜佛 学佛的人 首先要懂得 我求菩萨保佑我 必须说 请大慈大悲关心菩萨 保佑我 某某某 能够怎么样怎么样 你们现在看看 有没有到庙里 菩萨保佑我啊 保佑我啊 保佑我啊 我苦了 我很辛苦啊 让我儿子考这一季智名中学啊 你们想想看 效果怎么样 所以 台长有时候跟大家讲啊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明理 学佛人必须明理 那么台长跟大家讲的 这个物质的东西 实际上它转换成另外一个 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人间讲的 情感的关系 就是这种缘 而这种缘 就是带来了你家庭 你的孩子 你所有的东西的缘分 比方说 现在夫妻吵架 为什么这么多 你们讲给我听听看 过去为什么夫妻吵架还少 而随着末法时期的推移 为什么现在的夫妻像仇人一样 实际上这就是累世的积累 而这些累世的积累 让你们得到的一个信息 我们有恶感 人就是有善感和恶感之分 为什么同样是夫妻 有的人就好得不得了 而有的人就饿得不得了 还有很多人 为什么跟孩子生出来之后 从小就很恨他 很多的孩子对爸爸妈妈恨得不得了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吗 你们看不到 还想看得见 我可以告诉你们 还想看到很多人 妈妈带着儿子 喜欢儿子 又恨又爱 爱得不得了 你们知道他们前世是谁吗 都是夫妻呀 真麻烦 很麻烦 明白了吗 所以很多孩子一生出来 妈妈爱儿子了 他老公就忽视了 就像老公就吃醋了 实际上他的老公 说不定也是他家里的神了 就是这么缘分 恶缘转来转去的 还拿刚刚跟你们讲 我有一次在西门一开车 我在一边开车的时候 我看见对面来的一辆车 一辆车我一看 哎 看见了 一个开车的人身上 骑了一个人 当然这个人就是鬼了 在他身上 那我一看见之后 我又没办法阻止他 我就知道这个人已经惹我上手 这个人就在车里 就好像脖子不疏不一样感觉 我就这么插肩了 然后我看了 哎呦 你看 这个灵性我想这样 麻烦了 因为我看这个样子 马上他就要闯着 我还没开出大概十几米 那里就撞上车了 你们想想看 世界上很多世界 哪有这么多的巧合呀 你们想想看 你们眼睛看不见的东西 你们呼吸的东西 细菌你们看不见了 你们看不见菩萨 你们看不见鬼 就没有了 请问 在六十年代的时候 很多都是被结核死的 实际上这个结核病 在科学家 还没有证实它是癌症之前 你们告诉我 这癌症它存在不存在 肯定是存在 对不对呀 那难道在电 还没有被发现之前 在很多科技 还没有发现这些案物之前 你们说这些科技 是存在不存在 都是存在 所以我们必须相信 在这个世界的另外一点 它一定还有一个世界 而且这个世界 非常的麻烦 你们看看神经病 神经病很多 你们看看它为什么 自己跟自己讲话 对不对呀 为什么 它是有一个人跟他讲话 它耳朵里有一个人跟他讲话 这人是谁呀 可能是他过世的亡灵 也可能是他另外一个灵性 他跟他讲话之后 他心中就会想 哎呀 我要死我要死 就这样 大家知道 那个香港明星啊 那个张国荣 我们就听说 曾经跟朋友在一起聚会的时候 突然之间很兴奋地站起来 站起来就往阳台上走 嘴巴里还自言自语 朋友看见了把它拉住 但是你拉不住一次 你拉不住第二次 因为当一个人身上有鬼的时候 他是控制不住自己的 你们知道夫妻吵架的时候 你们明白不明白 一个人 不管是老婆还是丈夫 他一定身上有鬼 你们看不见的 台上看得见的 所以你们要记住 当这个灵性在身上的时候 他一定会给你造成麻烦 make trouble 这就是道理 什么道理啊 因为你们看不见 所以当一个夫妻在吵架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应该忍耐 应该给对方念念经历 你们知道 八卜明明就是身上很多东西 台长重新看到一对夫妻 到我办公室来叫台长看 我说的都是这句话 当成讲的 那个男的呢 本来在家里很怕他老婆的 到了我办公室之后呢 那天呢 他们讲讲讲讲的 他老婆就讲了他家 什么什么情况 龙台长你帮我看看 我一看到那个鬼啊 跳在他身上 站在他脖子上 也是站在脖子上 然后我拉他的头发 拉他的头发 拉他的头发之后呢 接下来发生的情况就来了 他就当着台长的面 当成就骂他的老婆 他骂很多 骂的时候呢 我就跟那个灵性说 我说你可以走来 我说我待会会叫他们 念小房子念经给你 这灵性他跳跳了 一跳跳之后 当时的他的表情 我学给你们看 他当时的表情 那一脚啊 一种 就这么一下 清清楚楚 像醒过来的 一下子看见台长 台长啊 对不起啊 失礼失礼 不好意思啊 接下来看见老婆 他知道闯祸了 闯祸了 回家不知道受什么折磨的 然后就知道老婆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就这种表情啊 所以我就告诉你们 你们一定要明白 我们有时候回到家里 感觉不好 你就会倒霉 有时候人不能就是一种气场 当你回到家里的时候 你什么都不知道 你可以感应一下 你太太对你接下来做大声的事情 都是真的 绝对是真的 实际上人是有种感应的 你比方说你在单位里面 这个领导对你好不好 他能气场你就能感应到 他如果对你很有兴趣 他希望你能够提升你 他只要眼睛看一看你 一般能够修心学佛的人 他马上能够感应到 他将你升迁了几乎 一个老板对你看一看 你马上能知道 这个情况会非常好 但是没有这种缘分怎么办呢 跟你算命算出来的人 倒霉怎么办 好 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很简单 什么办法 就是念几 台长叫了一个 我们很多的台长的信众 叫了他们的 念的一个叫解结咒 解结咒就是说 请大慈大悲 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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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 和我老板乖乖乖乖 化简冤简 很短的 结果啊 那个老板平时理都不理他们 而且对他很不好 有人去挑拨过 结果他就告诉我 陆台长啊你知道吗 哎呀我老板啊 骂我啊 对天跑过来又要骂我了 结果我就冲着他看 然后心里在念解结咒 他说我心里念 我老板就开始这么把 过一会呀 手就这么下来了 再过一会就放下来了 然后跑到我这里面前说 你说对吧 跑掉了 他说我继续念 念的老板从来不跟我打招呼的 居然会来跟我打招呼 你说这种事情 你能 人能做得到 你只有到 做得到的事情 你必须要有特殊的力量来加持 因为我们很多人 活在这个世界上 靠单单自身的力量 是很难控制自己的 所以台长就是要告诉你们 你们要知道 你们的家里环境 如果太大的地方 如果人太少 人去不忘 这个人也是走倒霉 对不对呀 为什么很多人熟火的 他在冲荒天就很容易发脾气 台长跟你们讲过的 你们说夏天挤公公汽车 和冬天坐公公汽车 哪个更容易发脾气啊 夏天 对不对呀 这没有办法 念经很灵很灵 灵的不得了 有一个经叫准提神奏 那是心想始成的经 一念工作学习少做好 但是呢 我们悉尼的听众呢 想象的比较丰富 他一听说 心想始成的经 他有一天早上啊 星期六啊 他就去买六盒彩去了 买骆驼去了 买六盒彩 闭着眼睛啊 就开始刮了 嘻嘻嘻嘻嘻 哎呀 拼命念经 咕咕咕唸 怎么没有中啊 因为人还是有命啊 因为你没有这个命拿这个钱 就是这个钱到了你身上 也会给你带来麻烦 大家明白不明白太长意思啊 也就是说 人要改变命令 只是在你原有的基础上改变 而不能让你完全改变 这就是事实 如果说 跑到菩萨这里一求 全过中灵的话 你说这个世界还有没有因果 这个世界是没有因果的 大家明白吗 所以台长跟大家讲啊 跟台长学法人 现在没多久 有一个女孩子 从楼上摔下来 从楼上摔下来 从二楼上摔下来 大家知道二楼啊很高的 头着地啊 头着地之后 头破血流啊 昏迷了 医生说没有救的 没有救 像这种存活率非常非常低的 结果 你们想想看 什么事情发生了 结果 她的爸爸妈妈 就在边上 给她念了三天三夜的大飞咒 都是姓太阳法人的啊 然后呢 接下来呢 这个女孩子 居然活了 活了之后呢 还得到了什么呢 她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 她的后遗症都没有了 而且她活了之后 她把过去不好的事情全忘记了 你们看过美国过去的那种科幻片吧 一个人撞一下 醒过来之后 很多东西都失去记忆了 lost memory 对不对啊 但是她没有 她把好的事情都记住了 她把坏的事情呢 她全部忘记了 你们想不想听听当时她 就是她本人啊 现在活过来 四天四夜 她给台长 竟然打电话来了 在直播室 你们想不想听听录音啊 要 好 给大家播一下啊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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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对 我就是 四个月前 我太远连了 好 我刚刚刚说一下 我刚刚说到现在好了 真的好了 我刚刚说到现在身体里 你们不要事情啊 我告诉你 你又不是 我才自己不想保佑的 我才你是不可能活着的 我就是在女性地的法院 我刚刚好到里面 那面前一天在念的大部分就 我不是什么 我会说到现在我们 我们的心里面 都走了 哎呦 你可了吗 我告诉你关系 我刚刚说这里 关系人家 我现在在我身上起了 后来十个九个钟 不可能我上升下来 而且不过来 你跟他现在脑子很清楚 现在脑子挺清楚的 现在脑子挺好的 小伙伴要记不住的事啊 都记住了 你多说了 而且我非常尽量的是 我们一些不好的事 都记住了 对了一个 都不好了 拖着你往后 因为你们都不两个 就心情了 所以你想想 小明天救回来了 对了 对了 这医生说 很多病发生我都没有 那你看看 好了 好 大家都听到了 所以呢 台长呢 非常高兴啊 台长经常呢 看到 现在呢 我们电台呢 每天呢 不知道接到多少男性 还有很多的病啊 我都从来没听到 有的人呢 长得那种地方 这种癌症啊 这种流啊 哎呀你从来没看见过 有些小孩子啊 脑瘫 有的小孩子啊 从小生出来啊 肠子都在外面 就一层薄薄的皮 喝各种各样的 还有人要自杀的 天天台长 不知道接多少这种的性啊 都是要救命啊 罗台长救命 台长就是这么 一定要跟大家讲 因为我跟这个人 讲话的时候 我能对他有些价值 所以你们知道 我就是这么样的回点化 已经很长很长时间了 我就不停的在这么 帮助大家 我没有其他目的 我什么目的也没有 我要你们改变自己 我要你们好 你们好了 台长就好 台长经常说了 在整个地球村 在整个宇宙当中 人类越来越好 那这是一向好的方向发展 如果人类越来越差 整个地球也会越来越差 所以我们不要去造共业 什么叫共业啊 共业就是共同来做这个业 如果大家都是共同来做这个好的业 那就是不一样的概念 大家全部都是做坏事的话 我告诉你 这个地球已经到了末法时期 是乘住坏空 已经到了坏的阶段了 那么这个空是迟早的事情 所以希望大家 大家每个人都好了 每个人身体好了 工作好 学习好 什么都好 家庭好之后 它一定会造成一个生存环境 人越来越好 这样的话 我们才能居住在一个好的环境当中 这就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所以台长没有其他要求 我就希望你们学习 像我们的花朵一样 一花独 独放独是春 百花齐放 春满园 很多人说我们活在世界上 有时候我不肯吃亏 实际上你们知道吗 圣人和小人的区别在哪 而圣人的区别就是肯吃亏的人 实际上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叫圣人 整天要占人家便宜的人 他就是小人 所以你们想想看 我们如果活在 我们不去占人家便宜 人家也不会来占你的便宜 对不对 如果你整天想占人家便宜 你一定会对人家占便宜 所以这就叫报名 这就叫因果 你今天对人家好 人家一定会对你们好 今天路台亚对你们大家好 你们说你们会不会对我好 你们在家里我就是对你 你对我不好的人 我也对你好 你说说看 他时间长了 他也会感动 而现在人的毛病 就是希望我先不对你好 要让你先对我好 然后呢我才对你好 连这点便宜都能占 我们心里有一个小女孩 谈恋爱怎么吹的 我告诉你们好吗 就是连这点便宜他都不肯放 什么便宜呀 因为男朋友打电话给他说 我们出来看个电影好吗 那女孩子告诉他说 我不出来 为什么 我已经上灭伯了 你想想看 他上了灭伯 他都不愿意擦掉 他就不愿意珍惜这种感情 你想想看 这种孩子怎么会有缘分 实际上人的缘分是靠自己去创造 当然了 有缘还是要靠一些续缘 如果没有这个缘分 你就不信 台长曾经看见过一个人 这个人跟个狗好得不得了 所以我叫你们不要养狗啊 台长跟你们说 很多人因为狗是属于畜生的 人跟畜生时间长了 也会有感情 而这种畜生 前世可能是你家里的亲戚 台长曾经看见有一个妇女 有一整天牵着一条狗 爱好得不得了 也是我们东方台长的一个女听众 他很好玩 他天天自己不舍地吃 买最好的狗肉罐头给那个狗吃 然后呢晚上睡觉 跟狗洗干干净地抱着他 睡觉 好的不得了问题 对他孩子很好 他有一次跑过来说 陆台长你帮我看看 这个狗是我前世的谁啊 我说你真想知道 你真想知道 那我就实话实说了 说是你外婆 我说你想想 你外婆活着的时候 有没有这些习惯 他说吓死我了 一想啊 真让一想 为什么 很多人投胎了之后 还会出到他的家里去 这就叫缘分 大家明白吗 就像我们人跟人一样 我们都有缘分啊 但是这个缘分 就这个夫妻 她是有恶缘还有善缘的 你们知道很多 台上看到很多男孩子 投胎投到这类子 投到家里来 都是讨债贵多 女孩子还债贵多啊 我说大部分的啊 很多男孩子都不理我 哈哈哈 所以啊 台长呢 很高兴跟人家讲啊 所以很多孩子生出来 爸爸妈妈就说了 讨债鬼啊 这个讨债鬼 讨债鬼 讨债鬼怎么来的 就这么来的 我告诉你 讨债鬼的情况有好几种 一种呢就是老为他担心 还有一种呢 讨债鬼是什么呢 就是一直花爸爸妈妈的钱 有些讨债鬼怎么来的呢 还没有生出来了 对不对啊 已经开始讨债了 在肚子里不停的让妈妈生病啊 抗病啊 这个差点流产了 差点不好了 实际上已经花爸爸妈妈钱 已经来讨债了 厉害不厉害啊 很多爸爸妈妈经常说了 哎哟 等我今天工作好了 我慢慢退休了就放心了 哎哟我还债还得差不多了 还得差不多了 接下来 儿子又生孩子了 接下来继续 哎呀等儿子什么上了大学好 接下来孙子就冲了 好了再替孙子再还债 人一辈子是还不完的债 你们告诉我 谁说能还得完债 还不完的 男女之情 感情 孩子 爸爸妈妈 这些情怎么还得完呢 你们知道吗 这就是永远的 叫累世积累的那种冤情 你想想看 两云战争打了多少年了 你们想想看 这些战争给他们的人民带来了多大的危害 他们的孩子生出来 就没有一天太平过 他们的爹爹奶奶做的恶业 让他们的孩子要偿还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学国 我们不希望看到我们的孩子 没有父母亲 没有房子 没有学校 大家说对不对 你看看我们中国 植树造林 为的是什么 不是我们现在能够得到 而是因为我们的将来 我们的孩子能够受益啊 我们现在学国念经 我们积功累的 我们不就是为了将来吗 很多人学国要到西方其他世界 也不就是现在希望能够多念念经 能够自己上去 遗应他的孩子们 我们很多父母亲 活的不是为自己的 我们很多人自己不知道 自杀的人很自私 而且自杀的人 想自杀的人 因为他有鬼在身上 所以他会想不通 实际上真正的 我们活在世界上 要为人家活着 因为为人家活着 是为众生活着 那是有意义的 整天想着自己的人 那是活在世界上 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为自己活着的人 他不会有境界 他的境界不会高 因为你想自杀的人 你就没考虑到你的孩子 将会成为孤儿 而你的爸爸妈妈 是白发扬先送黑发扬 所以一个人 连离婚 虽然就是业价 但是也是属于比较自私的一种 因为只感到自己的感觉 而没考虑到孩子的感觉 这就叫道理 这就是我们现在人 我们失去了很多 我们失去了人心最宝贵的东西 那就是良心 我们什么东西都吃 我们什么东西都敢做 那是因为他们失去了一种良心本性 大家知道吗 人为了打链 台长看到一个故事 看了 台长真的很心动 那叫水塔 有一个人是专门抓水塔的 水塔那个皮非常好 可以卖钱 他把这个皮活生生的 把这个水塔的皮全部剥下来 剥下来之后呢 他就把那个水塔呢 当时抓它的时候呢 有好几个水塔逃走了 有小水塔 结果呢 他就把这个皮活生生的 剥下来之后 他又去抓其他地方了 到了晚上 他回到原来的地方 想拿皮的时候 一看 只有留下一条血印 一条血路怎么走过去 他说 这水塔不是死的吗 皮都剥了 怎么还会走啊 他就顺着这条血印走走走走 走到了另外一个小山洞 他看见了 就这个没有皮的水塔 在喂一个小水塔奶 因为一个小水塔 刚刚生出 这个小水塔 他妈妈在喂奶 你们想想看 现在的人心到哪里去了 现在人跟人就是恶极 我要吃你死地 你要吃我死地 他们得来的都是 全部都是坏的 那些不真实的东西 想想我们年轻的时候 我们过去的时候 我们有什么 我们什么都没有 我们光秃秃的来 我们走的时候 也是陌生的走 我们都不知道要离去 我们孔父子讲过 不知生焉自死 你连生都心里糊涂地 生到这个人间 你怎么知道死亡 你到哪里去 你知道不知道 一个人就知道 名利 按佛教讲 叫贪称痴 这是什么 这是人最可怕的东西 我讲你们 德国来的华侨 丹麦来的华侨 我都知道丹麦去 给他们讲 我在马来西亚讲 那些很多华侨 我跟他们说 我说你刚来的时候 你先说 我只要拿到身份就好 跟我们澳大利亚一样 很多我们的华侨 过去来的生活 只要身份拿到 能够留下来 我什么都不要 都是这种话 等到身份拿好了 接下来 能不能买个房子啊 能不能有个车啊 能不能找个娘子啊 他一步一步的贪欲 就慢慢慢慢的开始了 所以人的心就是这么的狠 你们想想看 同样是人 活在这个世界上 他有六道在我们人间 如果你在地狱里面 你就是关在监狱里面 你想想看 当一个火灾的时候 人被烧死的时候 当一个地震 人被死 被证死的时候 你不就是活在人间地狱吗 你们想想看 如果你们现在都在帮助人家 你们让人家感恩你们 对你们好 你们把佛法告诉大家 道教大家不要争动 让大家学博 变得心越来越好 你想想看 你不就是人间的菩萨吗 还想鼓励你们 希望你们各个以后都成为 人间菩萨 那个 灵性看不见 你们今天来很多人 台长气场马上感恩出来 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人 还不是太相信 那么台长呢 待会儿我会当场给你们看 而且我当场人到前面来 我可以把你的所有的一切都讲出来 当然台长玩了一些不好的东西呢 我也不会完全讲出来 因为人都保密太多了 大家等个半天 我们就想看看卢台长 马上拿点东西出来给大家看 对不对啊 好 等我讲完了 我待会儿给大家现场看 我告诉大家啊 台长曾经看见一个妈妈 附在她的姐姐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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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她的姐姐从来不知道卢台长 所以那个姐姐 在嘴巴里出来说 你 我是你 我是妈妈 你替我去找卢台长 要小房子 她就说了 你们想不想听听 当时台长在广播里 现场直播的录音啊 行 好 帮给大家听一下啊 嗨你好 喂 卢台长啊 我是 嗨 我是好那位啊 我想问一下我妈妈 她叫做书的柳 柜花的柜 情绪的序 柳柜序啊 对 什么时候过世的 三十多年了吧 在那个阿修老道呢 你妈妈那个小孩挺大 对 那个人是个好人 很辛苦 然后呢 头发前面 我都前面有一点点散发了 明白了吗 有点假 就是说我 我妈妈 她又在我姐姐身上 我扶在我姐姐身上 会会 她会 我说她在我姐姐身上 对我知道 而且我确认我把她说 让我 偷偷她 又 有个队长打电话 有给我姐姐听你的节目吗 你看见了吗 她就在身边跟我说 她说你就是 找个人找太多镜子啊 对了 这就是 你妈妈已经变成 鬼了之后 要扶在你姐姐身上 比如你姐姐的嘴巴跟你讲 你要找炉子长 她能救我 对 对不对 而且她 她接着就跟我说 说我们家的姐姐 她要别人去看 什么回事 都知道 对了 我就说 看了戏不那么久 所以电话 我就想 在她的时候 我再找你 她直接找你 在那里面 现在 哎 现在你明白了吧 明白了 我告诉你 天地鬼神 他们现在 都是要求你们帮助啊 好好念经的 好吗 好 好 那就这样 好 所有台长的录音 全部都有 而且 博客上都有 很多人听了台长好多年了 实际上 这些对台长来讲 已经是天天都有的事情 台长就是希望 让你们相信这些东西 因为 人很多 很可怜啊 因为他完全可以避开灾啊 避不开 你知道为什么 他不相信啊 你相信了 就避开了 对不对啊 对 比方说 很多事情你说 哦 我如果念眼睛就会好了 那谁又不会念啊 夫妻两个人感情吵得这么样 很多人很难过 很伤心啊 这个孩子 你对他多出这么多 你为什么 他还对我不好啊 实际上他是讨债鬼啊 这个讨债鬼的话 你不还债的话 他怎么会 放心呢 对不对啊 所以你们一定要明白这些道理啊 那么 今天呢 台长呢 前半部分呢 因为时间非常有限 我知道今天呢 大家都非常想要台长 当场看中头 给点颜色给你们看看 对不对啊 对不对啊 我们这个 很多小孩子 英文不好 就随便乱想啊 就给你的颜色看看 所以台长告诉你们 那么在这之前呢 台长曾经答应过 今天呢 观世音菩萨呢 是一路上都在我身上 那么我说 观世音菩萨 那你今天呢 能不能给我们 德国的法会 给大家呢 讲几句话 就有什么事情 要关照大家的 那观世音菩萨很自卑 所以啊 那教会呢 就现在告诉大家 那么大家想不想听啊 嗯 观世音菩萨呢 实际上呢 讲的 白话 他讲的 他跟我信息的 因为你们可能 很多人会讲 观世音菩萨跟龙太长 怎么沟通的 是说普通话 还是说什么话 实际上 观世音菩萨是用信息 跟我传递 他只要意念一道 我马上就知道 他跟我讲的呢 是这样的啊 三个字 叫第一 大家都很明白 这些字平时 可能你们也听到 但是意义不同 我解释给你们听 第一叫 慈悲众生 第二个字叫 普度众生 第三 叫救度众生 你们知道 区别在哪里吗 慈悲众生 就是说 我们现在 现在要可怜人家 因为当一个人 可怜人家的时候 你慈悲心才会出来 你才不会吵架 你比方说 不去吵架的时候 你有时候恨了一个男的 老公恨了你 他不得了的时候 你就想想 他也可怜 天天会有工作 忙得没头没脸的 而且呢 回到家的 还受老板的气 忙得累得不得了 很可怜 有压力的 又不能哭 在老婆面前 还有面子 实际上男人啊 我告诉你啊 男儿有泪不轻 还实际上 让男人 受很多的折瘦 所以 你看看 都是 马路上 你去看年纪大 都是老太太多 老头子少 你为什么 你女的呢 她有一种发泄力 比如说 女孩 女人呢 到了年纪大的时候 他呱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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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夹 他早上一讲 他讲完了 他发现了 男人呢 约到心里 约到心里 时间长了 一定出息 所以想想 老头子也蛮可怜的 啊呀 哇 穿着衣不也怎么样 忙着家里讲天 你这样想想 你慈悲心一来 你就不愿意跟他吵架 你反过来想 你想想 这个女的也是 那女的嫁给你了 你给她 什么了 你让她享受容赌富贵了没有 你为什么还要骂他 还要打他 他对他不好呢 你这样想想 老婆 真的 你用一个动人 一辈子你用得起他 他要帮你生孩子 那苦到这样 对不对啊 你这样一想 你慈悲心生出来 你就不会跟他吵架 你这样的话 你慈悲心有的 实际上就能化解很多的冤情 所以慈悲众生 观思义图在这 先要看到众生可怜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叫普度众生 就是你知道 你知道人家可怜之后 你要学佛 要帮助人家 那么帮助人家 要什么 去说 普度呢 就是跟他讲 跟你讲 跟他讲 谁都讲 那叫普度众生 对不对 啊 普度众生之后呢 你的境界提高了 你先要让他明白 你才能救他 如果你这个人 连相近都不相信 他不明白 你说你怎么能救得了他 对不对 就是像很多夫妻 一辈子了 他的习惯 他改得了吗 很多毛病 他就改不了 为什么 他就是 心里有结 你不能化开 所以观思义图在 首先跟我们说 慈悲众生 上至天 普度众生 宗至人 救度众生 下至灵 也就是说 我们连天地人 所有的一些 有情众生 连动物 我们都要救他们 那我们才是菩萨 心肠 你们想想看 狗可怜不可怜 对不对啊 狗能杀吗 猴子可怜不可怜吗 猴子能杀吗 广东人吃东西 吃到后来 连猴子脑子都什么 当场就都死 你说多厉害 这人这个性质很麻烦 所以台长跟你们讲 人的本性啊 真的是要好好的挖掘出来 现在的人为什么这么好动啊 现在的人为什么做这么多坏事啊 因为他本性不好 所以他良心就不好 台长再跟大家讲 两句观世音部长 我说观世音部长 你给我再讲讲白话 那我告诉大家 观世音部长说 抛弃人间知假智慧 你们知道人的聪明 并不代表有智慧啊 因为聪明的人 是质量离弊得失的 而有智慧的人 他是由于舍的人 懂得舍的人 他才拥有智慧 实际上有智慧的人 他一定有聪明 所以舍的人才能得 叫舍得 所以我们很多人 懂得投资的人 他懂得有回报 而很多人只知道赚钱 只知道收入 而不知道不出的人 他永远没有得到 他永远 他就是聪明 而没有智慧 所以观世音部长 叫我们 抛弃人间的假智慧 不要以为自己很聪明 这就印证了 我们人间的一句话 聪明反对 聪明不语 第二句话 显现佛心之真智慧 要显现出来 佛菩萨真性智慧 因为我们的本性就是菩萨 因为佛祖在两千五百年前 就说过一句话 众生借取佛心 每一个众生都有佛心 每一个众生都是菩萨 大家愿意不愿意 我们身体越来越好 大家愿意不愿意 我们做人越来越善良 大家愿意不愿意 我们多帮助人家 大家更愿意 我们要让这个世界充满的爱 我们要让这个世界 合围人间的天堂 我们要同样观世音菩萨 你们每一个人出去救助众生 每一个人去帮助人家 实际上 你们就是观世音菩萨的 千手千眼 好了 时间过得太快 台长整理太多太多资料来讲 但是实在是没时间 我想很多人都非常想听台长 待会儿当场 把你们的命令前途 你们什么都能问 比方说 如台长啊 我 房子怎么样啊 台长能看到你们全世界的房子 你们的风水 我也能看见 你们今后将来的老公样子 我也能看见 你们过世的爸爸妈妈 什么样子 我当场待会儿讲给你们听 你们只要问得出来 台长就讲得出来 如果你们告诉我 如台长 我要借几次婚 我也会帮你看 大家明白吗 要记住 我们学活做人 今天台长到这里来 不是显化给你们看 显化给你们看的目的 是让你们学活 让你们变得更好 台长给你们一无所求 我所求的 就是让你们能够学活 让你们生活过得 灭来的永质量 让你们不要白白的 浪费在人间的这一招 最后给大家又要讲了 台长的曾经经常不是 待会儿你们会问 很多人会问 爸爸妈妈在谈 我是之后 台长曾经给一个听众 看过之后 他说 我说他爸爸 他家里谁 我记不住了 是偷人的 偷人之后 他的那一天 是稀里糊涂 他又问我 他问我什么呢 他就好像又问了这个人 我不知道吧 我就给他看了 我找了半天 我看都出来 我找不到 在天上找不到 他说 他好像说 我给他看出来 是偷阿修罗的 我在阿修罗到时候找不到他 结果他哎呦路太长我想起来了 哎呀你说过 他偷人了 因为偷人之后有看不见 你知道吗 所以我都有录影了 想不想听啊 好 好 那么给大家听听啊 放一下 喂 喂你好路太长 你好 你好 就再要问你一个 就是那个王仁吗 我上次问过你 你说在阿修罗到 我超了一张 看看他一上去 金龙龐帼 龙龩龙马 龙 Franklin 龙军 美自美利的美郎 这是ogen database 黙是瘤人太小的狼 澈过 uważ 军美郎 郙龙就是狼军的狼 对狼军的狼 下次说到在哪里啊 金� 去了 很久了 过十五代 不不不不 我再 我再 我再看 金 你名字没错吗 看見嗎 看見嗎 正是台長你看嗎 看見嗎 你看看 我怎麼會知道 我告訴你如果你們 如果台長講的話 你這麼一講的話 你看台長就會說在哪裡哪裡 你明白嗎 你偷人了我看不見了 你明白嗎 我還以為你在考我呢 這也證明啊 我告訴你不能不信啊 你今天這一集的錄音 都要讓很多人聽啊 你明白嗎 台長看得出來看得出來了 找不到話 我還問你名字是不是錯了 對不對 想起來了 想起來了 再見 再見 組長 待會兒馬上就要當場給大家看了 比方說過世的人 很多人對不起自己的老公 一個老媽媽跑到我面前說 我的老公就死了 路太長啊 我真的對不起他 他活這個時候 我不擔心啊 我整天罵他講他 他死了 我對不起他 天天內疚啊難過啊 我很難過啊 路太長你看看他在哪裡 台長把他老公 什麼什麼事情都講出來 又他是當場的 路太長怎麼辦 我說你念小房子給他 結果 他念完小房子之後 他老公到他夢中來看他 看看神不神啊 所以台長呢 這個觀世音頭下 這個心靈法門 我讓你們自己能感覺 你只要念經 比方說你打拆了孩子 你給他操作 我就會讓小孩子 給你動過你的托腦 如果你給爸爸媽媽念經 他爸爸媽媽就回來找你 零啊 而且你跟很多的靈性 跟他講話 他都會直接的夢中跟你說 我要小房子多少張 就直接開條條件來 沒辦法 直接連靈性都開條件來 所以台長今天聽大家講 我很愛你們 台長很喜歡你們 否則我會不會做二十幾個小時到這裡來 我來了 我就是要讓你們相信 我要讓世界上 所有的我們有善良心的華人都相信 這個世界我們要避開災難 我們要共同的來 讓這個世界更美好 我們要把很多的工業要消掉 我們這個地球成為越來越太多 現在天災人禍 台長在去年早就預測過 沒有一個預測過 我說經濟馬上就要開始下滑坡了 你們想想看 現在美元 什麼時候有這麼低過 我們澳元 永遠在美人下面 現在我們澳元 居然熬手挺胸 不 他告了 所以告訴你們一個最大的道理 就是說 我不要算得準 我讓你們能夠改變 我今天給你們待會看 我不要你們說 我錄台長很準很準是準 但是準了之後 我需要你們能夠改變自己 你們心對得起心 良心對得起孩子 你們跟孩子化解前世的冤結 你們讓你們的家庭好 工作好 你們的生活好 孩子都能靠近 這種例子還少嗎 你們去看看博客 嚇死你們了 我告訴你 舉不勝舉啊 台長根本不認識的 所有的人只要念的經 都能好 這是觀世英文上說的 你們只要念經 一定會好